各位同学大家好,这堂课我们来了解Bird的原理与运用。 这是内容大纲。 我们看到从2018的Transformer开始,Bird在2019年诞生2020年的GPT3也跟着诞生了。 在Bird之前计时,LSTM是NLP的主要技术。 Bird其实是一个预先训练好的Transformer编码器,而Transformer则是源自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构下,以位置而非顺序,达到平行精准语义训练的目的。 Bird其实就是预训过的Transformer Encoder,它的输入有三个Embeddings,使用者只要在它后端接个简单的分类器就可完成许多NLP的应用。 这里介绍Bird的输入架构。 这里说明Bird的三个输入Embeddings。 这张图清楚地看到输入转化成三种Embeddings。 如果是简单的分类,它的输出的第一个位置接到简单的NN分类器级。 这是一个简单分类器的应用。 这是对分类器较为详细的书名。 这是前处理的部分。 以下是对Bird的一个微调训练的概述。 首先输入资料。 接着以Bird为基础建立训练模型。 然后进行训练。 Bird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,包括分类、预含、相似度、比较、以及选择等。 将浴血好的的Bird放进微调训练当中即可产生应用。 以下例题,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实作。 订阅里面是除非这样的发展的微调网练乘。 在社稚人希望你最近条件抢了尽量的过程, 都会遇到期睢阅里有些社会或母席 duglasse的ango